传说这个鸿海董事长郭台铭遭到了美国国税局追讨逃税金 总金额高达有39亿美元 结果造成昨天鸿海的股价一度的下跌 那么鸿海是透过了重大讯息否认 指称这是一派胡言模糊的焦点 那么国税局官员说对相关的讯息是毫无所惜 依法也不能透露纳税人的资料 但是外资法人不受传闻的影响 在昨天还是加码买进了这个鸿海3600多张